YDM智慧禪 自助神助 拜神求佛 不如拜己求己 盼神助您 不如自助成神 妈祖慈悲 妈祖慈悲大家好 本座呢 一等妈祖给我们的智慧禅语 是自助神智 这句话呢 我们在拜祖 拜义等妈祖以来 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呢 很多人问我说 这个哪里的神的罪灵 那我这个拜的神的 是真的正神的 还是卡因的那个魔 那这样的问顾问 顾问针对的问题呢 也有去探讨 结果呢 一等妈祖给顾问的答案呢 去说 其实在拜神 就是拜你自己 你如果觉得 你拜的神很灵 就代表你自己的能力 非常好 你非常有能力 你自己会很有才干 还有能干 他懂得很有智慧 因为其实哪一样在拜 其实都在拜自己 那同样道理呢 就是说 你如果觉得 你的拜的神 好灵好灵 我觉得我们拜义的 妈祖妈妈 真的好灵 这代表 你呢 很灵 你的能力 跟你的习惯 会很良好 很懂得 在这个社会当中 跟人家相处 因为这个能力 这个魔神 为自己魔球到 这种幸福的能力 你都具备了 所以 过了长草和学道 就在拜马祖 马祖教我说 你知道吗 你是国小 那个 北港马祖庙 就会派马祖是 国小老师给你 所以你回去 北港马祖庙进乡 你读大学 他就会派大学的老师指导你 那如果是 你的能力很好 读到博士 他就会派博士的老师来给你 那也就是说 人家其实都在拜自己 其实在修你自己 所以我们求神拜佛 祈神拜佛 其实都在拜自己 我们拿起香奶 马祖保佑了我事业顺利 那就是你喜个愿望 喜个目标 我希望我事业顺利 所以我把注意力换在我的事业上 我会去看看我的工作 我有怎么样的目标 那我有怎么样的困难 我怎么样去排斥它 寻求一种 马祖的那种心理的那种 安慰那种 助心给你信心 其实在于你 在用目标来激发你的潜力 所以拜拜其实在激发我们的潜力 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要事业顺利 我们要合家平安 所以我们要如何去照顾这个家庭 如何去教育我们的小孩 过马路 可以眼光似非耳天八方 然后很小心地过马路 就会平安 事实上其实都是在拜我们自己 修我们自己 而个人一路走来 相当的迷信 也相当的相信马祖 正信马祖 真信马祖 生信马祖 而以尽性地拦拟 马祖的尽性信徒 自己 马祖讲什么 我都听 那我真的就发觉到 其实马祖在提醒我们 教育我们 助我的修行 把自己修成活 修起神 所以拿起天上圣母经 马祖的教育 要知道我们要修十三 修六度 最后要同灯节路 跟马祖一起登上 成活之路 马祖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 祂就说 拜吉 拜神也不如拜吉 求神也不能求吉 所以你要希望神助你 不如你自己成神仙 所以你看整部的天上圣母经 就是在教你 如何成为马祖 如何做一个马祖 从拜马祖的求马祖 谁马祖呢 再来是做马祖 其实马祖在提醒我们 祝祝成活 所以在这边呢 顾问也是要分享 我个人拜马祖 到最后我常常讲 我们来亲近马祖 认识马祖 学习马祖 就是要成为马祖 马祖就像顾问一样 他没有办法帮忙做 顾问没有办法 在企业里面 帮你去接待客户啦 帮你去打电话要订单 顾问不会 他只是让你问 教你如何把车内弄好 所有努力就是你自己来 所以企业自己要做 同灵自己要做 顾问常常在舞蹈企业就说 顾问是外人啊 真的是外人啊 你不要把我当自己人 我不会帮你做 你们要自己做 做到像顾问一样 懂这么多 可是你又行 在你这个行业 好好地做出来 很自然你就很有成就 顾问反而没有什么成就 顾问只是一个老师 这马祖只是在指引我们 我常常有一个比例 这个活头的比例 就是手指叶 活头呢 的手指头指的月亮 我们就顺着他的手指头 到月看月亮 我们要努力想办法 做太空收器月亮 那指这个方向呢 月亮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们要自己去 活头只是用手指叶 那里叶 成口火的境界站那里 那个手指头不是火 所以你要去那个月亮那个地方 所以能成火的是你自己 能求的也是你自己 所以你来拜马祖 求马祖 你就必须要学马祖 然后做马祖 所以自己也要学习马祖 所以说你要靠马祖的心 你拜马祖求马祖 练马祖就会得安乐 你真的会安乐 那因为你最重要要学马祖 然后做马祖 所以看看马祖 他安乐的过一生 很有成就成仙成活 所以 盼神治你也 不你住治成活 靠山山会打 靠脸人会打 靠神神也会跑 你要自己想当马祖 练世马祖 然后你再学习 我们如何做马祖 你就是真正的成为马祖 所以我们拜神求佛 就是要学马祖 做马祖 拥有马祖的神通这种能力 他的成就 他的快乐 他的观念 他的作为 然后成仙成活 以上跟各位分享 顾文文的心得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马祖祠悲 感恩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